嘉義縣阿里山香茶山村 舟族部落 有一個水火桐源特殊地景 終年不滅 呼應舟族人向天神取火的神話傳說 目前正式螢火蟲季 茶山社區發展協會推出 欣賞螢火蟲和取火的旅遊行程 吸引遊客上山體驗圓民風情 黑夜中遊客高舉火把歡呼 嘉義縣長汪章良夫婦 與遊客們圍著火堆一起跳舞 場面相當熱鬧 這個像天神取火的傳說儀式 源自於鄒族的古老傳說 很久以前大地發生了洪水 那所有的火種都熄滅了 大地陷入一片的黑暗 目前只有天上的神有火 所以各位等一下每個人帶一支火把 我們要假裝到天上去取火 遊客們手拿竹子火把走進 身手不見無止的綠色隧道中 準備到終年不絕的水火 桐源取火點燃竹子火把 在簡單的感恩儀式後 再沿著山間小路把珍貴的火源 帶回部落 遊客直火刺激又好玩 來到茶山部落還會看到一幅特殊的畫面 部落族人以竹子和銅棍製成的感鳥器 發出叮叮咚咚咚的聲響 驅趕麻雀 李玉燕說 向天神取火傳說中 最後是由不被看好的麻雀完成任務 所以族人對麻雀不會趕盡殺絕 出了向天神取火的特殊體驗 遊客也可體驗獵人世界 原住民風味才 島麻雀和吹鳥笛等特色活動